曾被控518光州民主运动杀人凶手的韩国前独裁总统陈斗焕 星期二在首尔架中晕倒后心脏停顿 与世长辞中年90岁 出生于1931年的全董焕一生饱受正义 他在世期间奉行军人独裁镇压民主运动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1980年5月18号 在光州时任军部保安司令官的他派兵开枪镇压示威者 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并在光州事件后通过政变夺权 尚未担任韩国第11届和第12届总统 一直到1988年 新一波的民主运动再次席准整个韩国 大势已去的全董焕才卸任总统 将权力移交给不到一个月前逝世的卢泰宇 全董焕晚年背负了多重判决 被判死刑后又被特赦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直指 全董焕的一生错行累累 但是致死都不曾忏悔认错 他对此十分的失望